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G-Manager。 首先,点击G-Manager并选择目标物体。 选择Target Converting Body将其转换为柔性体。 如果使用者需要备份CAD文件,可以使用Create CAD Data File功能。 点击Execute,将装配界面变成柔性界面。 点击Mesh功能生成网格。 FDR的位置需要调整。 重置网格,然后在辅助建模中改变FDR的几何形状。 现在FDR的位置正确了。 题已经转化为了包含连接信息的FullFlex题。 如果使用者已经有网格数据文件,可以直接选择Swap Using Mesh Data File。 请不吝点赞订阅。 点击GManager并选择目标物体,然后点击Target Converting Body使其转换为Rflex体。 使用者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的转换。 首先尝试Swap Using Rflex Gen。 设置RFI文件路径。 执行Rflex Gen操作。 设置接口节点,单击Execute。 Rflex Gen功能生成RFI文件。 最后点击Execute转换Rflex。 P已经转化为包含连接信息的Rflex体。 下面,我们使用Swap Using Rfi File。 将Rflex体转换为Flex体。 将Target Converting Body选择为Flex体。 或者直接使用网格数据文件。 或者直接使用网格数据文件。 点击G-Manager并选择目标物体。 如果使用者没有CAD文件,可以直接选择Convert to Rigid Shell。 它看起来像柔性体,但检查数据库窗口时,可以明确它是钢体。 如果使用者有CAD文件,可以直接点击Swap Using CAD Data File。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我们下次再见。